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拉越这里其实好像也是有一点点的类似变天这样对不对 因为呢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国阵成员党就是有四个成员党嘛之前 像是图保党啊 人民党 民进党还有人联党就宣布要退出 然后再组成一个GPS 是的 那为什么就是会到现在呢我们知道说 这个GPS好像还没有注册成功呢 它的情况就在于现在你已经不是怎么说呢 在联邦已经是一种在野的身份 虽然你在州的时候是一个执政的身份 可是呢你在注册上 你ROS就是社团注册群 你是还是要经过总部的批准 那么我们可以说它可以用程序上你需要申请为理由 来要根据步骤在走 但是这个过程中就是说从509到现在 GPS在6月中的时候提出来 那么为什么到现在来说它还没办法这个成功注册呢 我们可以说从一个很官方的标准答案来说 就是说一切要按照程序走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一种情况 就是说我们也来托你一下 让你紧张一下 这种情况会不会有可能呢 绝对是有可能存在的 为什么它要就是用这种托的方式呢 这种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在政治上你能托一天 就是可能你的变数上就有更多 就会有更多了嘛 那么你让你这个时候去这种 让你在托的过程中 那么这个四个成员党里面的这些领袖 这些外币这些议员们 他们会不会也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开始说 我要来一下 我是不是还应该要待在GPS呢 还是我现在应该是做一个墙头草 政治上就是这样子嘛 哪里实力比较大 我就靠下哪里嘛 那么我就是不是要考虑说 现在是谁担政府呢 我就应该要想办法跟他靠近一点 好 明白 那其实刚刚你也是有讲到说 可能是因为就是你知道政治一些因素啦 就是说可能就是故意拖 那一般上这种审核的程序 是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这个很难说 我们也不敢说它是故意再拖啦 那么就是说可能像社团注册局 它本身就说 我们一定要按照程序走 也不管你是什么政党 你是什么样的身份 那么你即使是说你在州是一个执政党的身份 我们所有的都必须要经过很严格的审核 包括你这些领袖的这些背景啊 你的资产啊什么这些 我们全部要查得清清楚楚 那么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说 西蒙 西蒙在这个国政的时期一直以来 也同样是无法注册成功的 可是大家如果没有忘记的 就是在509 就是510的时候 刚刚好西蒙就一年满一年了 它就奇迹般的 就很马上就获得批准注册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注册的东西嘛 其实是事在人为 要快要慢 其实是 这个是有一个很大的弹性的处理空间的 好明白 那你认为说在州选之前啊 这个GPS有可能注册成功吗 这个也 我们不敢说 使说它完全不会这个注册成功 那么就是 这个其实就是要看现在球 其实就是在这个西蒙政府脚下 西蒙政府脚下是不是会 这一种给他一种另类的 一种变相的一种祝福吗 好吧 我就跟你来一个公平的竞争 但是我们就再说回 刚才这个西蒙的注册的情况 他也拖了整整一年 那么如果现在这个西蒙 他是有私心的话 就是说 我们就来用这种方式来消弭你的实力的话 那么他就跟你拖一拖 那也可以啊 也是 那最后要问问何主编就是 你是如何看待GPS这个联盟呢 因为有些人觉得说 他好像换汤补换药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觉得以目前来说 就是GPS 他就是缺乏一个很果断的做法 跟他有没有缺乏一个很明确的政干 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说 我们就要回头来看 就是说他可能是因为 他注册到现在还没有批准 所以他不能够这个大幅度的去做一些东西 所以你看他本来说7月22号他要推展了嘛 可是你没有注册性在手的情况下 你根本都没办法去做一些什么动作嘛 再来就是他有办一个标志设计比赛 可是这个标志设计比赛 他用了这个采纳 这个就是周期上的黑黄红颜色 这三个颜色就是申请注册 可是同样社团注册 你这个logo不行 因为跟什么原因呢 你跟周期的颜色抵触了 我们不能接受 所以他就变成 他现在是卡在一个 在那个阶段 很尴尬的一个阶段 尴尬的阶段就卡在那边了 所以他现在基本上 他不能够大幅度的动作 那么这种不能大幅度的动作的时候 其实就是会让这个GPS变成是一旁散沙 所以现在我们既然是没有合作关系 我们没有一纸合约嘛 那么我这个成员党嘛 比如说我们说人民党 或者是这个民进党 我最后我觉得说 我要自立门户 我本来就是自立门户 我再从这个GPS的 这个没有实质的合作关系 我们抽出来 我自己 我可以去选择是说 我去像以前那样 我说我清西蒙 可以吗 可以的 是 好的 那一切都是 还有很多的未知的变数 在等着他们 对 很多未知的变数存在的 好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休息一下 下一段回来呢 就要回到这个本地的这个消息 就要说到呢 这个澳门骗局啊 根据这个穆斯达法的说法 就是说呢 从就是 今年初到9月16号呢 这个犯罪案呢 好像是增长了300%多的 哇 这样的一个数字 非常值得去关注的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儿回来继续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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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